你知道宋芝雅在视频里面推荐的那个减肥药有多离谱吗 再过一会儿我可能就会特别后悔我即将说出来了这句话 但是我今天要像宋芝雅一样只吃一顿饭 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一开始只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清断食 但觉得既然科普了 或不如我自己试一把 为了这个挑战我喝的都是黑咖啡 我都没有在里面加奶 我特别特别盘饿 像没有跟赵汁去体检 我早上没有吃早饭 然后出门 然后我在出车上就有一种马上就要发火的感觉 所以说我其实还挺害怕今天的挑战 所以我今天的计划是早上这顿饭尽量多吃脂肪和多吃蛋白质 然后以及杀人纤维 这样能也许吧 能让我这顿饭的饱腹感更持续更长一些 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酸汤虾肉小云吞 一个玉米草莓 还有三个鸡蛋加半个牛股果 希望是 像宋志雅这种一天只吃一顿饭 跟之前流行过的52饮食法 还有16比8饮食法 本质上都属于间歇性断食 间歇性断食一般都不会要求你去具体吃什么或者是吃多少 只会去要求你每天的进食时间 而且如果你是那种周末12点起床晚上10点周就不会再吃饭的人 你都在无意识地进行间歇性断食 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看了一眼宋志雅的视频 然后她在视频里面推荐了一个她说帮助她保持身材的药 就上网查了一下你们知道有多离谱吗 这个就是她推荐的那个药 给你们看她官方上面写的治疗的功能是 帮助缓节骨骼疼痛关节疼痛 这确实是心理作用 草莓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我现在真的超级饱 我平时早餐也就吃个500大卡左右 我今天早上有个800到900大卡 而且我昨天晚餐其实也吃了不少东西 因为我知道今天可能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去吃饭 这也是清断食特别不好的一点 就是你会无意识地改变你一系列的饮食行为 她视频里面还推荐了一个这个药 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藤黄果提取物 就是这个水果 藤黄果提取物对于食欲的抑制 在动物研究上其实是有效的 但在人体上暂时没有看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东西具体有没有用再说不准 我不敢相信我今天这唯一一顿饭就这么就吃没了 说实话现在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想要吃东西 但是说我离中午刚吃完那顿饭只有一个小时 但我现在真的就想吃点东西 我强烈怀疑宋志雅是每天只吃一顿饭 加上无数顿零食 否则真的是太痛苦了 但我也之前看过一个油管上的博主 就他进入了自己连续三百天每天只吃一顿饭 我估计他一天的热量收入也有个1600到1700大卡左右了 但你能看出来他几乎什么都吃 无论是喝酒啊蛋糕啊还有油炸食物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清断食或者间歇性断食的原因 就是你能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吃任何你想要吃的食物 你几乎不需要忌口 你也不需要考虑热量 不过我也好奇就一顿饭吃下去1000大卡 弯腰的时候真的不会吐出来吗 这些性断食到底能不能减肥 从目前的临床实验来看只有两种断食法是有助于减重的 就是五二清断食和隔日断食法 但是这两种清断食只有对病理性肥胖和超重的成年人是有帮助的 并且只能帮助他们减少原体重的5% 如果你有近视障碍或者是有暴食症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尝试清断食或者间歇性断食 其实现在才9点多 但是我已经决定要去睡觉了 刚才特别想要吃面包 我现在就想吃一切的高热量食物 越想越饿 但是我刚才没有吃面包的原因是因为 我那个面包是放在冰箱里面冷冻的 我拿出来吃不了 真的强烈不推荐大家用这种方式去减肥 咱就不说这件事有多痛苦啊 就即使你瘦下来 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建立任何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等你回到你之前的生活里去的时候 你的体重会反弹 你还会打击自己的自信 你会觉得我当时受的那些苦白瘦了 然后你会觉得是我自己没有毅力吗 但真的不是你没有毅力 因为这种方法真的太惨无人道了 明天我打算早早的起来 然后吃一顿饭 坦白讲我对宋利亚的感情真的就还挺复杂的 我其实看了不少她的视频 在我心里她真的是一个很可爱 很有自己个性和想法的女孩 但同时我又不喜欢她活起来的很大原因 是因为她在节目当中受男性追捧 就好像是她的价值是由男性的关注所决定的 即使她的独立 她的拽在营销当中 好像也变成了对异性吸引力的一部分 她在自己的视频里不断的强调 她的减肥方法是不健康的 自己的免疫力和肠道功能都不是非常的健康 也不希望大家去学 所以有多少女孩会听话会真的不去学呢 所以我想跟所有女孩说 即使你因为学宋志雅 获得了一些男性的追求和喜欢 他们喜欢的也是宋志雅 喜欢的不是你 想要获得真正的爱和接纳 一定要忠于你自己 一定要去做你自己 因为没有人可以一辈子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 关于明星的饮食和健身分析 我最近也会发一个体验肯斗饮食和健身的视频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多多关注我 我是Guru 我会在这里分享更多的减脂食谱和健身干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爱你们